Hello Gigi 東京生活情報 今天要吃的東西不是新東西 我今天是吃麥當勞 沒錯 又是麥當勞 原來我很喜歡吃麥當勞 其實我真的蠻喜歡吃麥當勞 但我不喜歡吃芝士 所以一些比較簡單的東西 我蠻喜歡吃的 今天我不是吃新東西 我今天是吃回憶 我之前吃德州漢堡 我有提及過 那個漢堡是一個慶祝45週年 一家鼻愛的商品 我今天也是吃一個 這次我吃過的 這個 叫做 Bacon Potato Pie 其實這個商品有什麼特別呢? 這個商品 是90年至2002年 是一個常規的商品 是一個平常菜單 當時是賣120日圓的 我2002年的時候 我是在日本住的 我住了一年 所以我那時候 就偶爾也有吃 很喜歡吃的 現在試隔了幾年呢? 它中間也再出過 我也再吃過 但是現在又再出過 所以很值得一試 但是現在買150日圓 加了價 好了 那加了價 味道有沒有更加呢? 就是這個 它那個呢 批很脆的 所以 味道真的有口感 咬下去 真的很脆 真的很美味 味道 我不懂形容 就是 bacon potato 那它裡面呢 有bacon 有potato 還有它有onion 那我自己還很喜歡吃onion 那你喜歡吃洋蔥呢 那這個味道就很適合 那它裡面有一些creamy的sauce 那我不知道是什麼 如果我知道的話 那我就可以DIY 好像做kelvins那樣 那好了 但是呢 我覺得吃這個洋蔥的精髓 就不是這樣吃的 我自己呢 有一個吃飯我很喜歡做的 就是呢 口母包 很普通的口母包而已 這樣呢 我是很喜歡 將這個洋蔥呢 夾到口母包裡吃的 我是很喜歡買一個薯餅夾到口母包裡吃的 那過了一個時段呢 我記得我當年呢 就很喜歡 他把那個洋蔥 夾到口母包裡 那它有肉 又有bacon 又有薯仔 挺正的 好啦 我吃了 いただきます 好滿足的味道 那還有我想說呢 我這個口母包呢 我叫他加了洋蔥 麥當勞呢 你可以叫他在這個包裡加了洋蔥 那所以呢 我這個包呢 就有很多洋蔥 有多一點洋蔥 那還有現在也有這個 Potato Bacon Pie 裡面的 薯仔味啦 煙肉味啦 還有 裡面的 洋蔥味 那這個包呢 讀一無二的 我創的 那如果大家有機會呢 在這個期間限定的期間呢 來到日本呢 那我覺得呢 可以很值得去試這個洋蔥的 因為這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日本人的回憶 這個是我的回憶咯 那 而且這個菜單是我獨創的 如果你讓我看到 有人在麥當勞這樣吃的呢 那我覺得呢 那個人可能是我粉絲 好啦 我今天的推薦呢 就是這麼多啦 那如果你也喜歡我這個推薦的 那 就給個讚我啦 那點擊這裡呢 可以看回一些 我其他的麥當勞試吃的片段的 那如果你喜歡我這個配方的話呢 這個吃法的話呢 那就記住呢 分享給你的朋友去看這個影片啦 那好啦 我們下次再見 就這樣啦 拜拜